我們今天聊的是川普今天在公開的記者會上指控病毒來自中國武漢實驗室 所以美中的針鋒相對不斷的拉高 那與此同時在南海的部分 這個中國勢上直接抗議這個美軍在南海的對峙 那與此同時美軍機這個整個四月份一共13度落台 昨天證實的最新的進度是穿過了這個巴士海峽 那也因為整個印太跟太平洋的局勢 這個針鋒相對的壓力不斷的拉高 所以北韓的變化跟朝鮮半島的攻防是外界觀察的重點 特別是北韓的核武一直是老美的心腹大患 那事實上北韓是一個核武的強國 北韓可能其實不強 但是北韓他的核武器可以拿來做訛詐來講是絕對毫無疑問的 怎麼說呢 其實北韓是相當早就開始著手進行核武 但是他一開始就很早 北韓自己就說朝鮮半島應該無核化 但是他說一套他做的是另外一套 也就是說他一邊喊著說要無核化 但實際上由於北韓他自己本身在發展核武上 他其實有先天優勢 為什麼 因為北韓產幼 你要有幼 你不要依靠國外的幼來源的話 這樣對你來講 你要發展核子武器的話 你相對難度會比人低很多 因為你挖了多少幼然後提煉多少這個濃縮幼 然後甚至於在發電的過程中你去產生布 然後去產生多少那個濃縮布 沒有人知道對不對 或者說很難很難監控 雖然說現在來講你可能可以透過人造窩心什麼監控 但在那個時代還沒辦法 但是其實那北韓自己提出說要這個無核化之後 那其實各方就進來說要來會那個商談 就是如何來進行無核化等等 但是後來發現北韓他其實基本上來講 他的核戰略就是透過這種宣稱要無核化 然後讓大家來對他提供經濟援助 其實美國很早也就發現了這個 所以我記得在1996年的時候 其實美國那個時候就已經計畫 要動用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去把北韓的核設施炸毀 但是最後一直因為情報不夠確實 也就是說他其實沒有非常真切 或者直接的證據 證明北韓在做這些東西 所以他那個1996年 他那時候計畫要用航空母艦機攻擊的時候 最後都已經是已經臨在弦上了 然後才決定把這個事情放棄不要做 那當然後面我們看到 其實那個時期北韓他其實一開始 1996年的時候北韓是有了設施 但是他從那個時候開始 開始大量開始生產 也就是我們講到那種農縮 又跟農縮部 特別是大概1993年那個時候 美國跟著巴基斯坦的班納之不多 就是他們的總理去那個跟北韓 建立了那個一定程度的關係之後呢 然後巴基斯坦把他提煉核燃料的這個技術 也就是說包括那個在那個核燃料核發電之後 那個產生的部去生產濃縮部的這個技術 傳授給北韓以後呢 北韓開始讓他這個部的這個數量逐漸增加 那當然了那後面我們也看到那個金正恩的父親 金正日一直就是那個透過就是要發展這個長程的飛彈 還有那個製造這個核彈的這個測試 來在國際上來講 要讓國際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北韓已經有能力在地球上種香菇了 所以一旦他成功的在展示出他那個2006年 那個成功事報之後 大家相信北韓的核能力已經不是假的時候了 那這個時候那個北韓的這個核威者 在這個世界上來說就已經成為一個可信的這個狀況 當然了其實美國在過去來說 他一直錯估就是說那個北韓的這個核能力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講到 本來想要通過武裂這個外科手術室的那個行動 去把他摘除 但是也是因為沒有非常精確的這個情報 然後能夠讓他保證一級成功 所以他最後沒有做 那但其實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當這個北韓斥爆成功之後 美國其實在這個整個過程中 還是一直類似就是說透過國際制裁 然後透過國際制裁其實效果不佳等等 但是當然金正日在這個地方表現非常厲害 他也對外宣示 他願意關閉鄰邊的核設施 甚至於把他的這個 那個產生的這個核研究研發的這個成果交出來等等 一系列的這個國際上面的這個動作跟作為 讓這個西方其實在之前還曾經也的確放鬆了對北韓這個核子的經濟制裁 但是我們看到以現在北韓來講 他大概我們估計了 大概是有約產生 大概有成功的生產 大概20枚左右的這個彈頭 而且他這個彈頭 他本身他其實已經不是最原始的原子彈了 也就是他最早那次金正恩視察的時候 是一個類似像迪斯可求那樣的一個原子彈 但後來是變成一個像花生型的 花生型的那個 他其實就是可以產生所謂的二次反應 也就是他先產生一支核爆 然後用核爆產生的這個高熱 讓那個其他旁邊的這個核燃料產生核融核 那個時候再產生一次那個核融核的爆發 就是所謂的氫氮 那個產生能量就很大了 以這個目前這個世界上的這個彈頭來講 雖然說美國的這個彈頭 有這個號稱有6000多枚 俄羅斯也有6000多枚 然後但是北韓聽起來數量不多 但是北韓有個東西叫長程飛彈 他現在有火星12火星13火星15等等 特別是火星15號稱射程可以到一萬三千公里 也就是說北韓發射可以打到這個美國的這個全境 所以如果今天北韓的這個那顆花生米 可以跟他的火星15相結合 他對美國的核威哲或甚至說核勒索吧 就成為非常可信的一個東西